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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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今天是倫敦星期六 早上的9點 今天我約了朋友去一個景點 其實它就是一個 由英國皇室資助的 皇家植物園 它由2003年已經 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景點 其實它 距離倫敦市中心 大概一個小時的車程 如果大家來到英國 玩的時候也不妨考慮一下 去參觀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有遊客都要預先在網上 登記自己想到訪的時段 然後再在那個時段 到達植物園 但它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直接在Underground 去到Kill Garden這個站就可以了 我們終於到了 你看看後面的溫室超級大 而且剛才看到的圖片 都很大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完 其實園區裡面的面積都比較大 其實園區裡面的面積都比較大 就算花半天的時間 都未必可以整個植物園都走完 如果大家是趕行程的話 我會建議以下這幾個景點 大家一定要去參觀一下 這件藝術品上面有1000個會發光的LED燈 其實它是模仿蜜蜂在花園生活中的震動 現場你都會聽到 由模仿蜜蜂發出聲響的音樂 這個東西叫Monkey Puzzle 是由南美洲在1795年 運到來英國種植的 我們逛逛見到 覺得很可愛 這裡是園區裡面最大溫室 在1863年開放 裡面有超過一萬種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稀有有珍貴的植物 就是他們的Guardel Shop 就可以買一些他們還不窮了回家 總過來說 我覺得這個植物園 也值得大家花時間參觀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很快會在下一條影片和大家見面 Bye Bye